在这个女人漫长的人生里 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她仍受不了这种 通如骨髓般的思念 于是打造了一个 和自己儿子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男神礼貌性地抱住了妈妈 妈妈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虽然眼前的儿子是没有温度的 她却是妈妈漆黑岁月里的一束光 点亮了妈妈余生的岁月 时间回到一年前 被韩国誉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吴露拉 正在台上向大家展示 未来科技的机器人讲座 讲座结束后 吴露拉想带着儿子男神去找爸爸 可是男神爷爷的手下突然出现 她告知吴露拉 她的丈夫昨晚自己了结了自己 手下接到命令 让把男神带走 露拉想要阻止 却被推倒在了地上 他们还给了吴露拉一笔钱 让他们断绝母子关系 伤心至极的露拉 来到丈夫的临位面前哭了起来 她承诺丈夫 一定不要让儿子重蹈她的父折 她要把儿子接到身边抚养 露拉开着豪车 肆无忌惮地躺进了公共的豪宅 想要带走自己儿子 可是儿子为了保护母亲 想要赶母亲走 母亲听父想要追赶她 却被手下给拦住了 此时的男神来到了爷爷面前 手下的人告诉露拉 会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她再一直这样执迷不悟 她的儿子可能就会有危险 绝望的露拉 一个人搭上了前往杰克的飞机 她握着手中儿子的照片 难过地哭了起来 露拉苦心钻研 一年后 她终于研制出了一个 和儿子一模一样的机器人男神一号 可是因为技术还不成熟 机器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在露拉的修理完善下 机器人终于又恢复了正常 可是时间在慢慢流逝 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在慢慢成长 露拉看着电脑中儿子的照片 思念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露拉回到实验室 修改了数据 机器人男神二号就这样出身了 可是男神二号却询问妈妈 要怎样才可以笑呢 她也想要像妈妈一样灿烂的微笑 妈妈沉默男神让她再等等 不会太久 妈妈轻轻地按下了电脑回车键 启动了新一代的机器人 这时实验室的机器疯狂转动了起来 肌肉组织在机器人的身上 如同慢慢四散而去 慢慢地生长了起来 妈妈看着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 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妈妈看着眼前长大成人的 儿子的替代品 泪流满面 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作为一个母亲 她错过了儿子 最该需要她的那些时光 往后余生 可能再也无法弥补 男神看到后 上前一把抱住了妈妈 她告诉妈妈 而此时 远在韩国的路拉的儿子 也早已长大成人 爷爷还给他改了郑宇的名字 郑宇甚至浩大的来到公司 这时的她看到了公司的广告 她摘下墨镜 面世地笑了一声 随后便和明星光明正大的约起了会 保镖小凤看到后 用手表里的微型相机 把这一切都拍了下来 正当小凤以为自己得手之时 郑宇拦住了她的去路 小凤解释说 手表是从狗仔对手里抢过来的 郑宇就这样 一巴掌把小凤山倒在了地上 随后还嚣张地让周围的人 赶紧拿出手机拍她 就在这时 郑宇的贴身秘书英勋赶了过来 保安们维持好了秩序 郑宇却趁机走开了 英勋找到贪错在地的小凤 告知她现在她被开除了 小凤伤心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英勋打电话 想要找到郑宇的下落 郑宇却告诉她 郑宇说自己需要去国外躲一阵了 最后便挂掉了电话 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宇的计谋 她想要接此次事件 摆脱爷爷的掌控 前往杰克寻找妈妈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 这有人在暗数默默监视着她 会长知道了此次事件后 让英勋务必把自己的孙子抓回来 因为马上要举行的 无人骑车发布会 还需要她的道场 很快 郑宇抵达了杰克机场 她看着手里妈妈的照片 激动万分 因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看到 将近二十年未见的妈妈了 机器人男神催促妈妈 不要再吃了 到了该去市场采买的时间了 大卫说她的身体都是她做的 当然是她的孩子 男神却让妈妈下车 她要坐前面 让妈妈坐后面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的男神 有些激动 她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 把马路上的红灯 改成了绿灯 妈妈让她不要乱弄 小心被别人发现 大卫却拉着儿子 逃脱了妈妈的唠叨 此时的郑宇 郑巧也来到了市场 她却没有注意到 有人在暗处跟踪她 大卫为了和路拉约会 想让机器人男神 自由活动一小时 她告诉路拉 要培养她的独立仪式 最后便拉着路拉走开了 一个人的男神 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感到好奇 她俯下身 想要尝试去闻鲜花的香气 却没注意 郑宇正从她的身边走过 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郑宇终于察觉到 后面有人在跟踪她 于是找了个地方 偷偷换了一件 不显眼的衣服 然后找到了一辆出租车 可是就在抬头间 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因为眼前竟然有个 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是的 二十年了 她不知道妈妈 因为思念她 制作了一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而机器人男神 也从未听妈妈提起过 自己是眼前之人的替代品 好奇的男神 想要上前查看 一辆卡车急速飞过 直接撞飞了郑宇 这是远处的妈妈 忽然看到 自己的亲生儿子 倒在了地上 赶忙上前查看 此时的机器人终于知道 原来眼前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男神 是妈妈的亲生儿子 而自己只是替代品 男神想要上前安慰妈妈 却被大卫阻止 大卫说现在不是时候 为了不让别人 发现机器人的存在 大卫赶忙拉走了男神 此时的英勋 也从韩国来到捷克 寻找失踪的郑宇 他敲响了男神家的门 把开门的男神 当成了郑宇 想要拉着他回国 还说自己为了找他 费了豪大的功夫 男神却解释 自己并不是他要找的人 这人是你 碰巧这时 郑宇被医护人员 送回了家 英勋不可思议地 看着单架上的郑宇 吓傻了眼 英勋告诉鲁拉 如果被徐理师知道 为了抢夺公司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摘掉郑宇的氧气罩 原来只是暗中之人 撞伤郑宇的 就是徐理师的人 郑宇的父亲 妈妈却难过地 跟男神道歉 男神一下抱住了妈妈 英勋带着男神 回到家中 家中几十号人 鲁烬宫迎接男神的到来 男神看到后 也回了一个鞠躬 英勋瞬间露出 无奈的表情 随后他抬手一挥 原来眼前的一切 都是投影 他告诉男神 郑宇有些冷傲 他还让男神抬起头 视线要往下 随后英勋 换了一个徐理师的场景 男神很高傲地看着他 没有打招呼 便禁止走开了 英勋却告诉他 随后男神 毕恭毕敬地 给他鞠了个宫 接着切换到了 未婚妻徐依娜的场景 男神看依娜 想要亲吻自己 他思考了片刻 也想要亲吻他 男神听到后 有些男为情地 摸了摸嘴巴 经过几天的训练 男神很快 学会了正语的习惯 看到爷爷 什么话也不说 就走开了 都未婚妻 在一起逛街 也拒绝了 他的肢体接触 最后便是正语的 招牌微笑 英勋看到后 长出了一口气 英勋说现在这样 连他自己 都能瞒得过去了 很快 无人驾驶汽车 发布会正式开始 男神冒充正语 突然从展览车下来 着实吓坏了徐理师 因为他早已命运 开车撞飞了正语 此刻的徐理师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小凤因为偷拍事件 穿到了网上 已经没有哪家公司 敢收留他了 郁闷的小凤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这时的他 忽然接到了记者电话 记者跟他诚信的忏悔 原来记者和郑宇串通好 把消息透露给了小凤 记者说上次事件 是郑宇故意让他拍的 那个只是作秀 小凤听后 气得想要去发布会 找他理论 接下来的时间 男神详细的介绍了 这款新型产品 最后出色的 完成了此次任务 就连他的爷爷 都鼓掌支持 可是这时 小凤却突然出现 小凤气冲通的 走到男神的面前 质问他 想要找郑宇讨个说法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男人 并不是郑宇 而是一个机器人 小凤刚想要骂他 却被机器人男神 一把抱在怀中 机器人告诉他 哭泣时 给予拥抱是原则 小凤吓得以为 郑宇又要打他 果然没过多久 保安就把小凤 拉了出来 此时的小凤 脑袋完全是闷的 知情的他 还没搞清楚状况 小凤的小弟 没有眼力见地询问他 随后还想让他 请客吃饭 小凤生气地站了起来 小弟们吓得慌忙跑开了 还说他不守信用 发布会结束后 姑姑说他刚才装什么善良 一点也不像他 男神扫描了一下 姑姑的身体 随后便笑称 装善良不是姑姑的 惯用手段吗 徐丽是想要握手 欢迎郑宇的归来 可是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原来在走之前 妈妈在她的身体里 装了谎言探测器 防止她被坏人欺骗 而此时 妈妈因为担心 男神机器人的身份泄露 也匆忙赶回了国 小凤为了再次找到郑宇 来到了酒吧 却在卫生间 遇到了郑宇的未婚妻徐义娜 伊娜警告小凤 不要再来找郑宇麻烦 不然不会放过她 小凤却把水甩到了她的脸上 可是这时 酒吧的灯突然熄灭 伊娜匆忙跑了出去 小凤赶忙掏住卫生纸 然后沾满了水 只见这时 湖中的水 瞬间就被烧干了 大火顺着通气管道 火速蔓延开来 酒吧内也不停地 在发生着爆炸 到处都是燃烧的火焰 尖叫的人群 在烟雾缭绕的火灾中 迷失了方向 从厕所出来的小凤 给遇到的人 都发放了食指巾 可是这时的小娜 想要去卫生间 拿手机给郑宇打电话 小凤一把拉住了她 并塞给了她几张食指巾 小凤说来不及了 让她赶紧出去 小凤成功地 把人群 引到了出口的方向 正当她想要离开之际 忽然发现 自己的项链不见了 而且就丢在不远的地方 此时的她想要去捡起来 可是就在刚拿起的瞬间 旁边又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男神扫描了一下 受伤的人群 想要冲进火海 英勋上前想要阻止她 可是男神却一把推开了她 无奈的英勋 拨通了路拉的电话 路拉告诉她 男神启动了灾难模式 会瞬间什么都不记得 她切断了所有功能 因为要集中能量救援 被困其中的小枫 眼看着上方的管道 砸了下来 自己却无能为力 男神抱着受伤的女孩 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了出去 被押住的小枫 想要拿手机呼救 可是就在这时 远处的九T 因为绳索断令 马上就要砸过来 因为被重物押住了腿 完全没有任何逃生能力 因为自己的生命 已经走到尽头的小枫 忽然回想起了 自己当拳击手的日子 那是她人生中最高光的时期 可惜因为裁判不公平的待遇 就算对手犯规 裁判也不阻止 导致小枫的左腿 受到致命的伤害 事后 他才得知 是裁判受了别人好处 愤怒的小枫 直接把裁判打翻在地 为此 小枫因为殴打裁判 被拳击界永久出名 父亲安慰他 可以东山再起的 忽然的小枫 觉得自己的人生 反正已经完蛋了 不如多赚些钱 于是想偷拍郑宇的私生活 拿去换钱 却不料被郑宇发现 还被打了一巴掌 现在想来 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自身都难保了 为何还要多管闲事 这使得他 觉得又晕又害怕 眼看着酒柜因为绳索锻炼 就要砸向自己了 小枫忽然好想念自己的爸爸 就在酒柜 马上就要砸到自己的时候 机器人男神出现了 男神挡住了着火的酒柜 并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 可是此时 男神的身上只剩下了两格垫 男神抱着他从火场中走了出来 出来后的男神 取消了灾难模式 小枫惊恐的不知该怎样回应之时 男神因为电量过低 自动关机了 这时英勋赶了过来 为了不被发现 英勋用西装盖住了男神的伤口 急救人员想要给男神做检查 却被英勋阻止了 英勋说出了事他会负责的 随后 男神妈骂露拉 假装救护人员 拦住了他们的车子 把男神转移到了自己车上 露拉在车上给他做了紧急处理 许理是因为担心女儿 匆忙赶来了医院 接走了他 小凤看到后 直划小娜真有爸爸福 正在这时 徐理是得知 男神被别人转移走了 觉得事情肯定不简单 于是给英勋打了电话 寻找他的下落 英勋为了事情不败露 把男神转移进了医院 徐理是来到后 想要检查男神的身体 露拉想要阻止他 却被一下推开了 徐理是掀开他的身体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徐理是走后 男神充满了电量 自动充起了起来 英勋询问他 还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男神利用人工智能 搜索了失忆期间的记忆 英勋却说没关系 因为他振宇还成为了英雄 当初撞飞振宇的凶手 查到了露拉的住处 他小心翼翼地来到这里 此时的振宇正躺在房间 凶手按下了房门的把手 正当想要进去之时 大卫回到了家中 凶手趁大卫不注意 偷偷溜了出去 可正当关门之际 被大卫发现了 大卫追了出去 看到了凶手身上的花纹 于是打电话 想要告知露拉 大卫说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还是转移回国的好 正宇的爷爷 怒气冲通地找到他 上来就给了英勋一巴掌 男神刚想上前 却被英勋阻止 爷爷威胁英勋 下次正宇要是再受伤 可不是一巴掌的事情了 爷爷走后 男神告诉英勋 英勋却说这样的话 就不是帮他了 而是害他 很快被男神拯救的女孩们 可记者前来采访男神 男神关切地询问 他们的伤势有没有好些 女孩拜托男神 女孩疯狂地尖叫了起来 随即 另一个女孩 握住了男神的手 就在男神和他们拍照期间 小凤突然又出现了 这个女人跪在地上 感谢男人的救命之恩 并让他答应 让自己当保镖保护他 英勋看情况不妙 但是男神不可以 可是这时 机器人男神看到了 小凤引脚的泥 并成这哭泣 是要给予拥抱的原则 男神一下就抱住了他 小凤以为他答应了自己 握住了男神的手 小凤看了下徐理事 徐理事满意地点了下他 原来徐理事提前用钱买通了小凤 想让他潜伏在男神身边 帮忙打听消息 男神询问小凤 为什么要说谎 小凤解释说 让他用性命担保 小凤男神的是他的爸爸 还说自己真的是真心的 随即男神握住了他的手 都靠近了 小凤作为保镖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影勋嫌太吵 让他赶紧接 小凤告诉爸爸 自己如愿接到了那份工作 一定会像爸爸吩咐的那样 认真工作 可是爸爸完全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小凤解释说 是爸爸太担心自己了 可是机器人男神 早就听到了电话里的内容 男神对着后视镜 做出了口径 很快他们到达了男神的家 小凤找准机会 直接把摄像头 装进了男神屋里的机器人模型里 可是这时男神突然回来了 男神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 打开了窗户和窗帘 随后还操纵着屋里的机器模型 动了起来 接着满屋灯光闪烁 画面十分诡异 小凤背下的目瞪口呆 男神走后 他从二楼跳了下来 正当小凤想要离开之时 听到了英勋在打电话 说自己明天11点 在医院要和什么人见面 回到房间后 小凤利用摄像头 想要查看男神的一举一动 却发现他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 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看到男神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 随即小凤猜想 男神是不是在看待颜色的东西 可是男神一直抱着手机 在看妈妈的照片 这还是他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和妈妈分开这么长时间 小凤马英勋要和什么人见面的消息 告诉了徐理事 之后便来到了医院 他躲在柜台后 把英勋和陆拉见面的画面拍了下来 随后他得意的 正当想要把照片发给徐理事的时候 小凤看到下面有个病人 正在被送进医院 正巧这时又风吹过 吹开了白布 露出了正宇的脸 小凤静静一看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正宇 他记得自己早上出门前 明明还看到过他的 就在这时 男神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叫住了他 机器人男神 偷偷跟随小凤来到医院 却意外看到 自己的妈妈从他眼前走过 男神跟着妈妈来到医院 发现了英勋瞒着他 和妈妈见面的场景 多么不透的男神走出了医院 却看到小凤在看什么东西 他顺着小凤的视线看了过去 竟然看到人类男神 被送进了医院 而这一切都被小凤发现了 男神赶忙叫住小凤 男神说自己并没有看到 还让他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男神找到英勋 告诉他小凤在跟踪他 英勋生气的质问男神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 还嘲讽他只是个机器人 没有判断能力 男神却反问他 为什么要对自己撒谎 说是去公司 去来医院见妈妈 而且还不告诉他 人类男神来到韩国的事 英勋不知该如何回应 想要上车离开 男神却学着人类的行为拦住了他 并把小凤看到了 有两个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英勋大吃一惊 英勋把这件事告诉了路拉 让他把人类男神 从医院转移出去 男神有些想念妈妈 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 可是妈妈正照顾昏迷的阵语 没有接听 无奈的男神来到泳池旁 翻起了妈妈照片 此时小凤正好睡不着 起来散步 看到男神大晚上躺在了泳池里 男神沉思了片刻 缓缓地向泳池底部沉了下去 小凤却以为他在潜水 想要离开 当他回过头却发现 男神还是没有上来 男神就这样一路沉到泳池底部 此时的小凤发现男神一直没有上来 想要上前查看 小凤着急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随即便跳入水中 把男神拉了上来 可是在这过程中 项链却掉入了水里 男神摸了下他的手 发现他并没有说谎 随即小凤的心跳 又开始急剧跳动了起来 小凤生气地质问他 为什么闷在水里 搞不好会死掉的 这时英勋突然出现 让他们赶紧上来 回到房间的小凤 忽然又想起了男神 随即便拿起了平板想要查看 却发现此刻的男神正在换衣服 尴尬的小凤 直接把平板扔掉了 这时他的心跳声 又开始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接着小凤又拿起了平板 却发现了英勋和男神的对话 英勋生气地核持他 因为今天他愚蠢的行为 身份差点暴露了 这时的小凤 忽然又联想到在医院里 看到的画面 小凤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拖通了他的记者朋友的电话 想让他帮忙调查 刚刚开完会议的男神 询问英勋 英勋却说 无论如何都会让他醒过来的 因为对他来说 人类男神比他本人更重要 男神摸了下他的手 接着便打了下意 英勋说自己并没有再说话 随即便微笑地走开了 记者在医院 偷偷拍到了人类男神的正脸 于是把这照片拿给小凤看 小凤拿起平板 却发现家里还有一个男神 此刻的小凤完全被吓呆了 于是打电话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理事 徐理事却说 男神并没有兄弟姐妹 随即小凤想要去医院 亲自去确认下 他悄悄地来到病房 看到了躺在床上的男神 就在他刚要上前之时 男神一把抓住了他 小凤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 这时他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 说监控卡住了 让他赶紧出来 小凤尴尴尬地解释说 自己是来医院看望爸爸 他说男神刚才还在家中 男神车祸后生病了 需要定时来医院 希望小凤可以帮他们守住秘密 原来男神已早就知道 小凤在他屋里安装了摄像头 他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 联系了车上的导航 掌握了小凤的目的 随即他暂停了监控 通知盈勋转移人类男神 接着骑着摩托赶去医院 盈勋质问他 为什么要擅自决定 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他 男神却说那是个错误的判断 如果病床上的位置空着 小凤只会继续怀疑 洛拉和大卫正惊叹机器人男神 竟然在慢慢成长时 男神打来了电话 男神说自己今天是不是粉棒 还想要和妈妈回家 可是妈妈却说 自己现在需要照顾人类男神 可是妈妈却让他再等等 接着便挂了电话 孤单的男神安慰自己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对于人类来说 过段时间到底是多久 小凤回家的路上 发现自己的项链又丢了 一个人的男神 想要出来走走 正巧遇见小凤 在泳池旁边找什么东西 男神问他在做什么 小凤说上次为了救他 把项链弄丢了 那可是他母亲唯一的遗物 可是泳池太黑了 根本看不到 男神听到他提起了妈妈 于是捂住了他的眼睛 随即开启了自己的人工智能 小凤睁开眼睛后大吃一惊 他竟然在水池里 看到了自己的项链 小凤想要跟男神道歉 还让他不要问为什么 男神说就算不牵手 也知道小凤是真心的 找回项链的小凤 想起了男神对他说的话 随即小凤终于下定了决心 把监控平板扔进了垃圾桶里 很快 无人驾驶汽车迎来了 第一次实体演练 徐理事却暗中找人捣乱 说要让人们看到 无人驾驶对人类的安全 是个威胁 公司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所有的大股东都出席了 而本次演练 将由小凤和男神亲自陪讨 小凤告诉男神 他今天工作完后 就不做这份工作了 男神却询问他 喂 你不如给我打发出空门给我 小凤下的方向盘都拿不稳了 就在这时 前面的无人驾驶汽车 忽然莫名加速了起来 在马路上急速万撞 原来是有人 推进了无人驾驶汽车的系统 男神想要利用自己的人工智能 连接上失控车辆 却一直失败 于是男神让小凤警惕那辆车 他需要去手动停止车的开关 小凤却说车在运动中 根本不可能实现 随即 男神打开天窗爬了上去 小凤紧紧跟随 却差点被前方残飞的车辆砸中 男神刚准备关闭开关 却被颠簸了出来 眼看着车辆就要和前面的卡车撞上 男神按下了停止开关 接着急转了方向 小凤下的慌忙上前 想要查看男神有没有受伤 这个女人突然发现 自己遭续相处的男人 竟然不是人类 小凤下的一下坛坐在地 男神想要上前查看 这是男神的妈妈突然赶来 小凤趁机想要溜走 却被男神的妈妈叫住 就这样 小凤被带到了车里 小凤看着车上的男神 想想这些天的相处 自己有些后怕 回到家后 妈妈给男神做了修理 男神却向妈妈道歉 因为他自己的身份被揭穿了 隐勋拿着小凤和徐理师勾结的证据 想要威胁他保守秘密 可是小凤还是没从刚才的恐慌中走出来 男神的妈妈拉着他 来到真正的男神面前 妈妈说 这才是他真正的儿子 这时徐理师打来电话 与小凤见面 小凤想要离开 却被璐拉一把拦住 璐拉跪着请求小凤 不可以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小凤听后不知该如何是好 隐勋带着小凤 来到了和徐理师约定的地点 隐勋再次拜托他 不要说出去 徐理师询问小凤 无人汽车出事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凤却告诉他 男神因为出过车祸 看到当时的场面被吓到了 然后他们直接离开了 徐理师听后半信半疑 徐理师走后 小凤告诉隐勋 自己刚才拒绝了一大笔 能让他的人生逆袭的前 以后可要好好照着他 随后他看向窗外的男神 他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会被机器人骗到 因为上次无人驾驶 出现了严重的意外 也也停了男神的职 让他好好准备和小娜的婚礼 这段时间不要过问公司的事 小凤在着男神准备回家 却突然从后视镜看到 男神用他犀利的眼神看着自己 小凤被吓了一跳 随即 男神微笑地告诉他 回到家后 小凤问他怎么不进去 男神说要和小凤一起走 还说他们是共享秘密的同伴 小凤正在河水时 被突然出现的男神吓了一跳 男神询问小凤 他的左腿是不是有钢钉 还说他是电子人 和自己差不多 小凤还是不习惯和机器人相处 于是收拾行李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再过马路的时候 竟然看到男神出现在马路对面 小凤告诉男神 他不做这份工作了 以后徐理事的电话也不会接的 让他放心 男神请求小凤帮帮他 小凤却告诉他 失望的男神 就这样站在马路中央一动不动 马路上的车辆不停的穿梭 男神依旧没有想要离开的念头 小凤又折返了回来 小凤说这样下去 万一人没了怎么办 男神却说是他让自己不要动的 而且自己是不会死的 男神再次请求他帮帮自己 这时的小凤握着手里的项链 想起了泳池旁 男神帮自己找项链的场景 想起了活场里 男神就他的画面 最后小凤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然而此时 男神妈妈告诉盈勋 不可以让男神和小娜结婚 不可以让他接管PK集团 装了死亡开关 他原本打算 人类男神醒来后 就让机器人男神消失的 回到家中后 小凤对机器人的一切都感到好奇 随即想要突然打他 来测试他的本能反应 男神却眼睛都没眨一下 随后还想要测试男神的谎言探测器 让他随便问 男神想了一下询问他 小凤顿时有些尴尬 这天 男神一家和小娜一家一起聚餐 想要商量婚事日期 影熊在桌下暗暗使了个手势 让男神想办法拒绝 男神利用人工智能 搜索了所有拒绝的方法 这使得他 突然注意到小凤在外面偷听 于是男神缓缓起身 拉开了门 这个机器人为了拒绝爷爷的指挥 竟然亲吻了躲在暗处的小凤 这一举动着之吓坏了众人 随即男神把小凤拉出了房门 男神说谢谢小凤的帮助 自己才能拒绝婚礼 还说自己是利用人工智能搜索的结果 是不是很聪明 小凤气的想要提他 却弄疼了自己的脚 男神询问他 这不会是他的初吻吧 随即便生气地走开了 上了公交车的小凤 又回想起了男神亲吻他的画面 小凤看到旁边的人都在看着自己 尴尬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小凤下车后 发现男神竟然已经在公交站牌等他了 原来男神的人工智能 非定位手机位置 男神还用自己的人工智能 定位了附近的美食 给他挑选了最适合他的食物 小凤一个人在餐馆吃饭 男神却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 这时连餐厅老板都看不过去了 还劝他做女人还是善良些的好 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小凤以为男神离开了 想要出来查看 却发现男神早已打的伞在外面等待他 男神说自己力量大 头脑好 还有耐力 只要他很消气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 小凤却抢过伞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男神一个人 失望地站在大雨中 一动也不动 眼看着雨越下越大 男神丝毫没有离开的冲动 就在这时 小凤突然折返回来 还说让男神做自己的跟班机器人 回到家中后 尹薰向男神倾诉起了心事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么拼命 到底是因为人类男神 还是因为待在他身边 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 那还让男神不要太相信人类 包括自己和他的妈妈 第二天 小凤想要和男神比赛跑步 却因体力不止摔倒在地 男神赶忙上前查看 最后想要背他 却被小凤拒绝 男神深情地看着小凤 小凤竟然有些心动 可是转念间就清醒了过来 这时 爷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爷爷让男神不要和小凤纠缠 让他赶紧和小娜结婚 却被男神拒绝了 爷爷生气地想要打他 却被男神一把推开 此时的爷爷着魔般 竟然把男神 认成了自己死去的儿子 把小凤当成了无路拉 不过看爸爸生病的事情 马上就要败露了 赶忙把爸爸拉进了房间 出来后的小凤询问男神 他早就知道 爷爷生病的事情了 怎么也不告诉他 还说刚才抓住 爷爷手的样子 简直太帅了 徐理事密谋 要是能掌握爷爷身体 不健康的消息 就能有办法抢夺公司 可是现在急需证人 于是徐理事找到男神姑姑 用他儿子威胁姑姑 让他说出事实 姑姑无奈之下 只好说出了真相 而此时爷爷在外面 拉着男神的手 告诉了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这个男人摸了下女人的脉搏 就发现了他的问题 小凤让他不要胡乱使用人工智能 被人类发现他是机器人就麻烦了 男神的表弟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他问哥哥真的是机器人吗 这时男神的姑姑突然出现 抢走了他的机器玩具 随即姑姑想要带自己儿子离开 男神却一下就扫描道 弟弟的心脏是有问题的 他还发现 弟弟竟然偷偷把手机藏在身上 接着男神和小凤找到了弟弟小冬 却发现弟弟昏倒在了长椅上 男神慌忙从他身上寻找手机的下落 姑姑看到手机想打急救电话 却被男神抢过 一下就扔了出去 这时小冬突然醒了过来 男神说他的心脏有问题吧 如果不想让他心脏停止 15公分内不要放手机 接着他便让小凤把机器人给了小冬 男神想要查看小冬有没有好些 却被姑姑赶出房间 姑姑警告他 不可以把孩子生病的消息说出去 徐理师召开董事会 想要以会长的老年痴呆为由 把他赶出董事会 这时男神突然推门而入 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录音笔 徐理师看到后 他也拿过一模一样的笔 录音笔里的内容 是徐理师的手下说出了 如何看会长下台的经过 原来男神早就知道 姑姑要和徐理师见面 他让姑姑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按他说的做 随即男神还请来了 会长的主治医生做证明 证明会长并没有的老年痴呆 男神潇洒地走出会议室 却在看到小凤的那一刻 变回了自己的模样 男神说自己刚才 有没有昨天抓爷爷手的时候帅 小凤却说并没有 随即男神抓住了小凤的手 就在这时 小凤突然发现男神没电了 需要换一块手表 于是发短信告知英勋 英勋告诉他 在地下车库的车里 徐理师听到 录音笔里没有自己的声音 于是把锅全甩在了 手下人的头上 还把他赶出了公司 小凤正想要给男神换手表之时 小娜突然出现 抓住了男神 就这样 手表被甩在了地上 小娜只问男神和小凤 为什么爷爷的事情要瞒着他 可是这时的小凤 难有心情理会这些 他只想快点给男神换上手表 不然男神关机了 身份被暴露 麻烦就大了 可是小娜一直拉着小凤 想要得知答案 突然一辆汽车急速事故 压坏了手表 这时的男神 因为电量过低 马上就要关机了 可是未婚妻小娜 却一直抓着他问东问西 小娜看男神出现了问题 想要上前查看 却在他的手腕处 发现了安装电池的插口 关键时刻 英勋及时出现 阻止了他 英勋把他带到了 真正的男神面前 小娜被眼前的一切 吓得不知所措 男神看小娜在不停哭泣 秉承着哭泣时 给予拥抱的原则 抱住了他 却被小娜一把推开 小凤告诉男神 不要随便拥抱别人 只有当事人需要拥抱时 才能安慰他 男神听后连连点头 第二天 他们发现小娜不见了 于是担心他会向爷爷告密 想要找到他 却发现小娜来到了爷爷面前 随即 小娜抱住了男神的胳膊 说他们不是昨天商量好了 结婚日期 还说要通知周围的人 但神听后不知该如何是好 于是看向了英勋 英勋却点头是与他可以 出来后的小娜 立马变了脸色 他说这是他的交换条件 反正他的哥哥醒来后 也是他的人 只有能让眼前的机器人 和他假结婚 小娜就可以守住他们的秘密 随即还把戒指给了男神 说一会有记者要来 让他戴上 男神说因为他的行为 把小凤和英勋都吓到了 还说他是不是刷存在感的那种人 小凤和英勋听后笑出了声 小娜走后 英勋夸男神 刚才帅得很 男神听后有些得意 果然不一会就来了很多记者 小娜庄座和男神很恩爱的样子 还亲吻了男神的脸颊 可是一进到屋内 就让男神站到角落去 不许他说话 也不许他动 小凤说他刚才的行为 有些过分了 还让他手下留情 小凤开车带他们回去的路上 男神打开了车窗 小娜却说 如果让别人看见了 还要继续演戏 赶紧关上 可是男神却看了小凤一眼 小凤同意后 他才关上了车窗 小娜记得让男神把戒指取下来 随即还把他的电池拔了下来 男神因为失去了电量 又回到了关机状态 小凤看到后 直接把车停到了路边 然后给男神装上了电池 男神立马进入了开机状态 小娜记得让小凤跟他出来 可是这一切 都被躲在暗处的徐丽师的手下看到 出来后的小娜 传手就给了小凤一巴掌 小凤说他真是好笑 以赴没有爸爸和哥哥 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小娜记得想要继续打他 小娜看自己手动不了 于是动起了脚 直接把小凤捆的 倒在了路边 这个机器人因为刚问世的时候 看到妈妈在哭泣 于是自己运算出了 哭泣时要给予拥抱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给了妈妈 而如今 现在这个出现在 他传感器范围的女人 为了江小凤 机器人又增加了一条原则 从现在开始 要把保护江小凤放在第一位 男神回顾了 和小凤的相处时光 得出的第一个推论 可能是已经习惯了 各种过激的行为 第二个推论是 小凤经常指着他做这做那 他的算法 已经完美贴合仆人的角色 至于最后一个推论 男神无论如何也分析不出 到底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他 小凤尴尬地一下 推开了男神 然后想要上前扶起小娜 小娜生气地推开了他们 这是一堆人围了上来 小凤凑到小娜跟前 说大家都在看的 让他赶紧装作情侣争吵 并把他推到了男神跟前 路人顿时议论纷纷 小娜有些招架不住了 赶紧和男神上了车 可是这一切 都被躲在暗处的 徐理师的人 全部排了下来 小凤和男神 把小娜送到了家 小娜让男神不要忘记 明天要去试穿婚纱 婚礼的日期要到了 不要怂懈下来 最后便生气地走开了 小凤郁闷地询问男神 刚才他是怎么了 男神却说自己来开车 走开了小凤的追问 在回去的路上 小凤眼睛死死地 盯着后视镜里的男神 男神看到后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小凤让他以后 不要再这样了 在外面他才是保镖 不过对于刚才的事 小凤还是表示了感谢 小凤说自己和小娜不一样 是比较帅气的人类吧 男神开心地点头赋印 已经得到爷爷许可的男神 又重新回到了公司 手下的人欢迎他回来 可是在握手的一瞬间 男神就发现了他在说谎 最后男神想要检查 他们最近的研发项目 可是公司的人 却在群里说起了他的坏话 他们说 男神不懂装懂 黑卡被没收了 这次婚礼不会也要逃跑吧 可是男神的人工智能 可以感应到这一切 手下的人尴尬的 想要挖个洞藏起来 小凤陪着小娜和男神看婚纱 小凤第一次看到 这么漂亮的样品 想要拍照 却被店员阻止 店员说 有些人一辈子 也穿不上这样的婚纱 小娜嘲讽小凤 怎么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 小娜换婚纱的功夫 小凤让男神 一回一定要给出 最积极的反应 感觉自己看到了 漂亮又性感的东西 那种惊喜要给出来 男神说这有些难 小娜出来后 男神演绎出了自己的理解 却笑坏了小凤 随即 小娜想要让工作人员离开下 她说自己想要和未婚夫独处 小凤大吃一惊 男神说这里的原则不可以拍照 小娜却说 要拍给真正的男神看 可是就在小凤拍照期间 工作人员进来了 小凤对于小娜神奇的变脸术 大吃一惊 店员以为她只是个小跟班 嘲讽她 不要做给主人丢脸的行为 男神却给她解了围 店员看到后连连道歉 小娜接着直接离开了 小娜说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回家 随即 便开着车单独离开了 小凤想要给男神搭计乘车 跟上小娜 是 男神说自己还是第一次 在韩国逛街 接着小凤看到有两个美女 羡慕的眼睛都直了 还问机器人男神 这种颜值的 她怎么看都不看一眼 男神却说 小凤的颜值和身材也很不错 然后男神把刚才小娜的婚纱照 和成了小凤的脸 投在了电子广告牌上 小凤尴尬的让她赶紧撤下来 回到家后 小娜告状说 机器人攻击了自己 如拉询问小凤 是不是真的 小凤说男神是为了保护她 而且小娜不光让她面壁思过 还扒掉她的电池 小娜无语的说 那是她的问题了 随即 便不开心的走开了 可是此时的妈妈有些生气 英勋想让路拉镇定之时 人类男神突然出现了问题 于是所有的人 都围在了人类男神身边 男神看到了妈妈 抚摸她的画面 内心有些奇怪 或许在那一刻 她才知道 自己终究是个复制品 小凤看到后于心不仁 回到家的男神有些难过 她开始跟扫地机器人聊起了天 小凤看到后 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于是便让她和扫地机器人 一起打扫卫生 小凤让男神要学会叛逆 大不了不装人类了 她说在人类的世界 不经父母化的才是真子女 到了晚上 男神把储存在大脑的影像 放映了出来 正巧碰到他们接吻画面之时 小凤尴尬地想要关掉 却被男神一把抓住 正当小凤不知该如何回应之时 徐理事打来了电话 想要约她见面 男神想要和她一起去 小凤却说如果被发现 徐理事会怀疑的 小凤来到约定地点后 徐理事问他 为什么这么久了 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小凤却找个理由搪塞了过去 男神想要跟小凤打电话 却正巧碰到他手机关机 有点纠结的小凤 找到记者朋友和他喝起了酒 男神因为着急 只好找到了小凤的家 却看见了小凤的父亲 小凤父亲 拉着他就喝起了酒 第二天路拉找到英勋 说如果实在找不到男神的下落 只能提前启动死亡开关 可是这一切 正巧被躲在暗处的小凤听到了 焦急的小凤找到男神 拉着他就走出了家门 小凤让他以后 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不要成为任何人的替代品 要勇敢做自己 还说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见面了 以后各走各的路 随即想要转身离开 男神看着小凤远去的背影 忽然就像清楚了一件事 男神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于是上前想要抓住小凤 这个机器人每天早晨六点 都会叫小凤起床 可是当他进去后 才发现小凤早已不住在这里了 这种错误每天都会反复出现 可是他还是会在跑步的时候看到他 上班的时候也会看到他 此时的男神忽然想到分别那天 小凤跟他说 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 男神看着小凤的项链 忽然有些想念他 此时的小凤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 妈妈留给他的项链 就在翻箱倒柜之时 小凤看到了 曾经监控女男神的画面 忽然开始有些想念男神 想他带着机器人男神 去见自己的朋友 两人假装很恩爱的样子 这时有个不时序的人 问男神一直在他身边的保镖去哪了 看他长得还不错 想去勾搭他 还问男神要他的电话 男神一下就抓住了他 小那看情况没法收场 想要告诉他小凤手机号码 说他想怎样都行 这时的男神恶恨愤地看向了小那 随即 周围所有的电子射凳 相继发生了爆炸 方面十分壮观 小那下 眼镜灯得如蜂蜂一看 这时 英勋出现叫走了他 英勋问男神为什么总是越界 人类男神和小凤没有关系 让他不要这么敏感地反抗 可是男神却说 自己和人类男神不一样 交小凤是唯一认同 他是独立个体的人 英勋吓得让男神回去休息 自己还有个地方要去 之后英勋找到露拉 从男神出问题的源头 在江小凤这里 露拉打算劝劝小凤 如果失败 就给男神修改系统 露拉找到小凤 询问他到底对男神做了什么 让男神现在变得这么暴力 他还让小凤好好的和男神告别 把他恢复原状 不然就会采取极端措施 小凤说 自己以后都不会再参与这件事了 第二天 露拉和大卫商量 要把男神调整手动模式 被男神听到了 露拉安慰他说 只有自己有权限进入手动模式 随即想带他进去实施 这在这时 小凤打来了电话 男神一下就扯开了妈妈的手 小凤带着男神一起去骑单车 一起去山顶看风景 男神突然握住了小凤的手 可是小凤去找个借口 说自己口渴了 让他帮自己买瓶水 男神买完水后想要去找小凤 小凤打电话说自己有些话 没有办法当面说出口 还说收回之前 让他做自己跟班的话 让他听从妈妈的话好好生活 男神却直接走到了他身边 把项链带到了他身上 回到家后 男神让妈妈 把他调成手动模式吧 很快 小纳和男神婚礼的日子到来了 徐理事找人趁我拉离开之际 搜走了他的手机 然后发短信告诉小凤 说徐理事发现了男神的秘密 自己在参加婚礼 并不方便离开 拜托他去自己办公室取走文件 小凤赶到之时 发现文声哥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了 他询问小凤 就在这时 无人驾驶汽车突然启动了起来 小凤趁机慌忙跑了出去 可是很快小凤又被抓住 文声哥拿枪指着小凤 把他带进了电梯 随后 把他装进了汽车后备箱 小凤在里面苦苦挣扎 终究无济于事 正当他想要离开之时 被无人驾驶汽车拦住了去了 无奈的他只好掉车身 可就在马上通出车户的时候 这里的灯陆续都熄灭了 文声哥惊恐地打开了车灯 文声哥下的大吃一惊 此时的他挂起了档 踩起了油门 可就在马上撞上男神之时 男神一下就拦住了他 这个女人被歹徒关进了汽车后备箱 此刻的他 还怕地抓住了自己的项链 这一刻 他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在这个时候 如此地想念男神 男神利用人工智能 他觉得了小凤可能有危险 于是直接拔掉了 自己的手动控制模式的电池 一个神力直锤 吹崩了歹徒的汽车 小凤不敢相信地睁开眼 发现男神真的站在了他的面前 小凤害怕地哭了起来 男神轻轻地抱住了他 他告诉小凤 自己来晚了 清醒过来的文声哥 直接跑了出去 小凤让男神赶紧去追 他的手里拿着行车记录仪 如果拿不回来 刚才的荧幕就会曝光出去 此刻的文声哥 早已搭上了计程车 男神骑着摩托追了上来 文声哥看到了接应他的人 帮忙上前求助 却和迎命而来的汽车撞上了 男神打完急救电话后 直接驱走了行车记录仪 之后男神骑着摩托 想要带小凤前往医院 因为错过了婚礼 卢拉一直给男神打电话 可就是联系不上 卢拉说 即使给他装上了手动模式 也不受控制 还说他现在肯定和江小凤在一起 这时男神回来了 卢拉只问他 他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现在这么不听话 妈妈刚想要继续说话之事 男神把当初 撞飞人类男神的那个人 投影在了电视上 领寻感谢他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男神来到医院 想要看望小凤 小凤却让他回去 男神听后开心的乐开了话 男神让他放心睡 今晚不会离开的 这天男神陪小凤出来散步 小凤询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 还要继续做男神吗 小凤说无论他做什么选择 他都会支持男神的 男神找到妈妈 说自己会帮他守住 人类男神的位置 但是要按自己的方式 凭自己的判断行事 可是妈妈却告诉他 随即便生气地走开了 一个人的男神 在泳池旁默默发呆 却看到了小凤的身影 他说自己的程序又出现了错误 这时尹薰出现了 尹薰说支持他的想法 只要结果是对阿神有利的 他都支持 小凤身体恢复正常后 回到了公司上班 却遇到了露拉 他让露拉 不要杀自己儿子 露拉听后大吃一惊 赶忙询问他 男神知不知道这件事 小凤说如果他真的 还是一位母亲的话 就删掉那个装置吧 小凤在公园找到男神 发现他一个人 安静地坐在床椅上 小凤却说周围有那么多坏人 他不讨厌人类嘛 男神说他想跟了解江小凤 小凤不敢相信地看着男神 此时的他 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 他希望眼前的这个人 不是机器人 而是真正的人类 这个女人竟然带着 机器人男友回到家中 却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爸爸 小凤爸爸 不知道男神的机器人身份 想邀请他喝咖啡 男神却说自己不喝那种东西 小凤爸爸以为 他瞧不起这么简陋的店 随即 问他和自己女儿是什么关系 男神说他们是朋友 爸爸不死心 想要继续追问 男神并不理解他的问题 还说小凤当然是女人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都不知道嘛 然后直接就离开了 爸爸顿时都惊呆了 还说他是不是傻子 小凤呢 记得朋友小美 询问小凤 手机里的视频是怎么回事 男神竟然徒手砸烂了一辆车 这是人类根本无法做到的事 原来小美去找小凤时 在地下车库拍到了男神 小凤看到后 赶紧抢了过来 想要删除掉 小美却说他有备份 如果不说的话就传到网上 无奈的小凤只好说出了真相 小娜无意中发现 自己的爸爸竟然想杀了他的未婚夫 于是生气地质问他 徐理师说 那也是为了活命 为了保住他们妇女的性命 小娜不想听爸爸解释 直接就离开了 徐理师打电话派人跟着小娜 想要查看他最近在和什么人见面 小美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男神是机器人的事实 小凤说他不只是外表像人类 比人类更优秀 在别人伤心的时候 给予拥抱 危险的时候 给予帮助 不光不说谎 还信守承诺 以臣待人 小美听到后不禁感叹道 徐理师跟着小娜 找到了人类男神的住处 小娜却说自己无处可去 是吴露拉收留了他 徐理师想要进去查看 却被小娜拦住了 男神因为上次营救小凤 手上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想让妈妈帮忙修理一下 妈妈听后有些慌张 他怕男神回到实验室 会发现自己身上 当有死亡开关的事情 于是谎称实验室出了些问题 过段时间才可以使用 小凤得知后 想要给大卫打电话 询问实验室什么时候 才可以修好 大卫却说 实验室一直没有问题 小凤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找到露拉 为了请求他 毁掉死亡开关 可是露拉却说不可能 小凤威胁露拉 如果不毁掉 就把男神身份公开 露拉却说 如果他这样做 自己就会提前开启死亡设置 无奈的小凤只好找到男神 让他跟自己离开 还说不想让他消失 随即小凤想要拉男神离开这里 可是这时 徐力士闯了进来 说他已经掌握了 男神是机器人的证据 让他赶紧承认吧 这个男人一气之下 竟然砸碎了手里的杯子 还生气地质问眼前的女人 就凭他 也配喜欢自己吗 此刻的小凤终于知道 原来人类男神已经苏醒 他害怕机器人男神已经被销毁 于是匆忙跑出了会议室 想要打电话给男神 可是对方手机一直无人应答 正当他想要挂断之时 男神终于接听了电话 在得知男神还在妈妈家中后 小凤害怕露拉会启动他的死亡开关 于是让男神赶紧离开那里 小凤看到男神站在自己面前 一下就抱住了他 他让男神哪里都不要去 一直陪着他就好 小凤找到大卫 询问他如何才能阻止 露拉开启死亡开关 大卫说 关掉电源就可以 可是这样的话 男神就成了行尸走肉 露拉因为一直联系不到 机器人男神和小凤 有些着急 正巧小凤突然到来 露拉质问他 到底把男神藏到了哪里 原来在来这里之前 小凤让男神相信自己 接着便拔掉了他的电池 小凤把所有的电池 都摆在了露拉跟前 小凤说如果不把死亡开关给他 就会让露拉一直找不到他 小凤看说服不了露拉 他说就算开机 也会24小时和他在一起 那就把自己和男神一起炸死算了 随即小凤想要带着电池离开 没想到露拉最后一刻还是心软了 他让小凤一辈子都要对他负责 小凤很欣喜地答应了 接着露拉把死亡开关交给了小凤 小凤就这样把男神带回了家 爸爸无意间看到 小凤妈妈留给女儿的项链 竟然戴在了男神身上 爸爸知道 他们的关系不简单 小凤的闺蜜小美 因为好奇男神机器人的身份 想要查看机器人和人类有什么区别 男神知道后想要直接脱掉裤子 男神吓得有点不知所措 小美说他还真的是没有羞耻心 随即想要离他的皮肤感受一下 可就在这时 小凤爸爸闯了进来 小美想要解释 爸爸却说他不想听 还说男神的富豪家庭 就是这么教育他的吗 小美看情况不妙 把男神支了出去 小美告诉小凤爸爸 其实男神是机器人 此刻小凤的父亲 背息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拍着小美的脑袋说 终于知道他为什么 一直是个三流记者 晚上休息之时 小凤爸爸 他男神被子太单薄了 想要给他换件厚点的被子 说他从小养尊处优 现在竟然睡在这种地方 随即 但他睡觉还戴着手表 想要给他取下来 可是到了第二天 却发现男神没了呼吸 爸爸无法相信 眼前看到的一切 直接吓得昏睡了过去 爸爸醒来后 抓住女儿就想要打死他 女儿吓得 借买清新丸的理由 直接跑了出去 可是回来后 竟然看到机器人男神 在大街上看美女 小凤气得直接想要打他 小凤说自己去买清新丸 他却在这里看美女 男神说是他让看的啊 不能错过所有美好的事物 小凤说当时 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男神问他生病了吗 为什么脸这么红 还说他 是不是在表达嫉妒的情绪 随即还亲吻了小凤的额头 这时人类男神打来电话 说要请他帮忙 他想知道妈妈到底更爱睡 妈妈说当初 十分后悔创造了他 现在看着他 总是想起自己亲生儿子 还让他以后 都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要是他回来 自己就此给他看 人类男神听后 大吃一惊 人类男神清楚地记得 自己跟妈妈说过一样的话 他知道妈妈是在保护机器人 男神告诉妈妈 不要自责 随即想要转身离开 可是妈妈却叫住了他 妈妈让男神以后 要好好守护小凤 小凤因为找不到男神的下落 来到人类男神面前 想要询问他有没有来过准 人类男神问他 是因为自己是人类 所以讨厌他的吗 人类男神气得缓缓起身 恶恶狠地看着小凤 然后一把抓住了他 刚和妈妈分开的男神 忽然想起了 推着小凤飞奔的画面 想起了小凤抱着他说 虽然知道他是机器人 是依旧心碰的场景 他这么难 我不想 然而此时 男神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明明刚和小凤分开一会 自己却很悲伤 他不知道这种感情 是不是人类的喜欢 不过此刻 他只想快点进到小凤 男神推开门 看到了人类男神凶狠的眼神 以下就从人类男神手里 抢过了小凤 原来不知不觉中 男神已经学会了人类的嫉妒 回到家后的小凤 忽然想起了人类男神的话 他说让小凤辞掉保镖的工作 否则就开启手动模式 控制机器人男神 伤心的小凤不知该如何抉择 于是找到爸爸倾诉心事 爸爸让他赶紧和机器人分手 他说就算自己的女儿是只狐狸 现在也早该回头了 爸爸安慰他说 不会阻拦他 但也不会支持他 如果受伤了就早些回头 机器人男神 知道人类男神想要辞退小凤 于是找到了他 想要让他改变主意 人类男神说他只是个机器人 有什么资格和他讲条件 随即还拿起扳手 砸向了旁边的镜子 这时小凤突然闯了进来 质问他在做什么 人类男神让小凤看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人类 随即拿起扳手 搭向了机器人 这个人类因为痛恨眼前这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夺走了妈妈的爱 想要毁掉他 可是这时妈妈进来了 妈妈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切 人类质问机器人 那凭什么回头看自己妈妈 还说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男神 无奈的妈妈只好帮机器人修理皮肤 小凤看到后于心不忍 逃了出去 妈妈找到人类男神 人类男神质问他 怎么了 自己儿子坏了 心疼了吗 妈妈说是因为太想念他 才制造出来现在的机器人 只要他能平复心情 他怎么弄都可以 人类男神让妈妈不要再演戏了 妈妈听后内心悲痛万分 小凤抚摸着男神的脸安慰他 即使脸和名字都一样 也不要灰心 用自己的名字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第二天 机器人男神换上了一套 他们打拳机的运动服 小凤的小弟们拍马屁说 他穿上这衣服简直就是运动模特 小凤爸爸却说 还不是因为他不是人 随后郁闷地垂起了胸 让男神赶紧打扫卫生 可是爸爸当坐下没几分钟 男神就说自己打扫完了 爸爸吓得赶忙跑去查看 只见刚才还乱七八糟的拳击管 现在顿时整齐有趣 男神还说 顿时把眼前三人惊得目瞪口呆 人类男神扔掉了卧室里所有的衣服 他说凡是机器人用过的东西 他都要扔掉 英勋看到后 想要帮他一起扔 人类男神说是在可怜他吗 随后 他还询问英勋 有没有办法毁掉机器人 英勋并没有回应 还让他早些休息 这天 小凤精心打扮了一番 想要和机器人男神约会 男神看到后 假装没看到 直接走开了 小凤叫住了他 男神询问他是谁 还说是第一次看到小凤 小凤生气地说要自己一个人去玩 男神却牵住了他的手 说自己在开玩笑 小凤在路边 看到有人在弹钢琴 看到目瞪口呆 还说那人好帅气 男神有些嫉妒 他利用人工智能 很快就学会了钢琴的弹奏方法 随即让小凤拿的东西 自己也要去弹奏 可是在弹奏的过程中 周围的女孩纷纷花痴地看着男神 小凤生气地让他不要弹了 他想去看电影 男神因为第一次来到电影院 看得津津有味 小凤看着电影不知不觉中 竟然哭了起来 男神看着他的眼泪 有些好奇 因为自己是机器人 永远也无法拥有这种东西 男神说要出去帮他拿纸巾 回来后还帮小凤擦干了眼泪 可是此时的小凤 觉得男神有些奇怪 于是不停地注视着他 这个女人竟然看到 自己的机器人男友流起了眼泪 原来就在刚才 人类男神把机器人 骗到了地下车库 取走了他的电池 然后回到了电影院 假装他的身份 小凤在地下车库 看到人类男神出来后 上来就给了他一拳 他让人类男神 不要再伤害机器人 否则会杀了他 小凤在家门口 终于等到了机器人男神 于是向他飞奔了过去 小凤还说 没看到自己在哭吗 随即 男神缓缓地走向了他 因为哭泣时 给予拥抱是原则 可是就在马上 就要靠近小凤之势 男神调转了方向 小凤一把就抓住了他 他询问男神到底怎么了 最后便一把甩开了小凤 接着便上了人类男神的车 原来人类男神 给他装上了手动控制模式 小凤在后面狐狐追赶 终究还是无弃于事 第二天 爷爷带着机器人男神 来到了装满服务器的实验室 原来爷爷 早就知道他是机器人 这个项目就是他资助大卫开发的 他希望机器人可以接自己的班 打造一个新的智能帝国 可是这一切 都被人类男神 从机器人大脑传来的画面中 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趁爷爷上班之际 人类男神操控机器人 跟随爷爷来到天台 机器人一下就掐住了爷爷的脖子 想要杀了他 可是就在最后关 小凤赶了过来 可是男神早就失控了 他一把甩开了小凤 随后男神缓缓地走向了他 就这样慢慢把他举了起来 就在这时 小凤的眼眉滴到了男神手上 男神忽然回忆起了 和小凤在一起的时光 接着人工控制手表便失去了相应 人类男神看到手动模式 竟然失效 急着把平板直接扔掉了 恢复正常的男神 又重新回到了小凤的生活 小凤的小弟们 想拉着男神招揽生意 周围的女孩 瞬间花痴般地尖叫了起来 还说今天就要上课 小凤说减肥课取消了 让大家赶紧散了 小凤生气地质问小弟 这个富二代明明没有生病 却被自己的秘书送进了精神病院 原来他就是男神的父亲 因为掌握了徐理师杀人的证据 徐理师只好把他软禁了起来 男神父亲看着儿子和妻子的照片 想要逃出去找他们 却不小心跌落了下去 徐理师想要打击旧电话 可是最后一个还是改变了主意 最后亲手害死了他 徐理师告诉男神 这一切都是他的爷爷指示他做的 男神找到爷爷 一步他签下苦份转让合同 随后不解恨 还想要把他送进疗养院 影巡之道后找到男神 给了他一拳 问他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 才肯罢兴 男神却说 要让他像自己的爸爸一样 在那里孤孤零零地死去 男神妈妈找到男神 他说 怎么可以和徐理师那种人合作 男神忽然想到徐理师跟他说 不要把他的爸爸 为了践他和路拉 才摔下楼的视信告诉妈妈 不然他会接受不了 妈妈让男神跟自己去捷克 一起好好生活 男神却说 随即便生气地走开了 大卫告诉男神 不要再伤害妈妈了 妈妈是因为太思念他 才制作的男神三号 因为他讨厌谎言 想当消防员 喜欢游泳 所以才有的 机器人男神的谎言探测器 以及灾难模式 还有水下运作系统 这一切都是因为太想念他 才在机器人身上 加载这些技能 影巡找到机器人男神 想要请求他帮助自己 阻止人类男神疯狂地复仇 男神说 帮助人类一直都是自己的原则 很快 男神召开了发布会 想要宣布自己任命会长的消息 却被影巡阻止 影巡说 无人驾驶汽车的开发项目 并不是人类男神完成的 这个机器人 开发了无人驾驶汽车的事迹 被媒体真相报道 回此还上了电视 小凤的爸爸和小弟们 正在家中观看之时 男神和小凤推门而尽 小凤的小弟看到眼前之人 竟然是机器人 吓得直接昏倒了过去 小凤说他大惊小怪 没见过机器人啊 人类男神因为机器人 躲走了他的位置 记得病倒在床 妈妈给了他一张 前往捷克的机票 让他和自己一起走 可是人类男神抢了过来 几下就给撕了洗碎 男神听到后 一下就坐了起来 小凤爸爸严肃地看着他 然后慢慢地走到了他的身边 原来小凤爸爸 想带机器人男神来针桑拿 还说艺人们 都扮成这个样子来这里 男神却说 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 这里温度高达42度 爸爸却好奇地询问他 男神想要给小凤买份礼物 店长却说他儿子真是贴心 男神听后 心里内心乐开了花 还学着人类小生说话 人类男神偷偷来到小凤家 却遇到了小凤的小弟 小弟说他不是刚去了汉真房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连衣服都换了 男神谎称说自己忘了带东西 小弟说他是机器战警 男神是机器人 他们是兄弟啊 他们走后 人类男神立马就变了一副面孔 他来到小凤屋里 偷偷拿走了机器人的死亡开关 机器人男神想把刚才买的礼物送给小凤 却被爸爸阻止 爸爸打手时暗示他 现在还不是时候 男神听后连连点头 这时人类男神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机器人 死亡开关在他手上 不想小凤难过的话就跟过来 机器人却说 要和小凤做最后的道别 男神回到屋内 发现他们是想给自己过生日 还想给自己惊喜 男神不想破坏这个气氛 把项链挂了起来便偷偷离开了 可是这时小凤追了出来 男神说自己去去就回 小凤让他帮自己把项链戴上 男神轻轻地亲吻了小凤 他知道 这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以前的承诺 恐怕是实现不了了 机器人男神 跟着人类来到了一间仓库 人类男神说 一切获得因他而起 今天就做个了断吧 正当他想要按下死亡开关之时 妈妈赶了过来 妈妈请求人类男神不要摧毁他 可是人类男神 看到妈妈这么维护他 更加生气了 于是按下了死亡开关就离开了 男神一下就跪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 妈妈拿出了一个芯片 原来妈妈早有准备 她把芯片给男神放了进去 还说是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正当妈妈祈求芯片赶紧起作用之时 男神苏醒了过来 可是男神虽然视野清晰了 身体却动不了 妈妈告诉他等一会就好了 这时 尾随人类男神而来的徐李氏 按下了开关 瞬间上方的周五全部砸了下来 危机时刻 妈妈一下推开了男神 妈妈说 明明说好要一起回解课的 现在怕是要食言了 他让男神以后要好好生活 很谢谢他这二十年的陪伴 最后一刻 妈妈希望儿子们停止争斗 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是自己永远也不能陪在他们身边了 机器人不停地呼叫妈妈 可是妈妈早已没了气息 徐李氏打电话给人类男神 谎称是机器人杀了他的妈妈 人类男神看着妈妈留的最后一条短信 是让他回家吃饭 不经历流满面 此刻的他有些后悔 后悔一直对妈妈那种态度 或许早些跟他回捷课 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 机器人来到大雪纷飞的树下 他告诉小枫 男神打电话告诉大卫 他的死亡开关又重启了 眼看着时间越来越少 大卫告诉男神让他赶紧过来 可是去不小心被小凤发现了 英勋打电话给男神 说人类男神被徐李氏绑架了 需要他帮忙追踪 很快 男神带着小凤 追踪到了男神被绑架的地点 男神三下五除二 就把小楼楼们打趴在地 此时的徐李氏 告诉了他爸爸去世的真相 最后想要杀了他 男神一下就把他的枪打飞了 男神说想要传达 妈妈最后留给他的话 随后让小凤给他戴上了 机器人手扁 让他伪装成自己 干净逃走 可是就在最后一刻 人类男神告诉他 男神看着死亡开关 开启的时间越来越接近了 于是想要用最后的时间 吸引敌人的注意 让男神和小凤离开 小凤把人类男神 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后 想要扯返回去 可是人类男神却说里面危险 不让他去 小凤却说机器人的死亡开关 又重新开启了 他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的 人类男神听后有些惊讶 很快 徐李氏带着人 追着男神来到了码头边 这时男神正巧看到 人类男神也来到了这 他暗示人类男神不要出来 随即 悄悄地把机器手表扔了出去 徐李氏看眼前之人没有机器手表 以为他就是人类男神 于是想要开枪打死他 小凤不敢相信这一切 正当男神看向小凤之时 徐李氏又连开竖枪 最后男神终于倒了下去 一年之后 徐李氏因为自己的恶行被揭发 被送进了监狱 兵军接管了公司 还让人类男神不要去旅游了 赶快回来管理公司 人类男神却说 那样的话公司迟早会破产 小凤带着男神送给他的小机器人 来到海边吹风 小机器人却不小心被吹翻在地 小凤不停地跟他道歉 小凤让他不要因为是机器人而抱歉 小凤听到后猛地转过身 却发现男神真的出现在了他身边 小凤有些不敢相信 小凤质问他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 人类男神说是为他服务 让他暂时以为是那个人 小凤就这样生气地走开了 人类男神却跟在他身后 不停地道歉 话 많이 났어 男神说哭泣时给予拥抱是原则 小凤不敢相信地询问男神 真的是他吗 原来人类男神 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财富 把机器人打捞了上来 阿卫整整修理了一年的时间才完好无处 男神说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能力了 小凤说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接近了 随即男神轻轻地稳住了小凤 至此韩剧你也是人类马迎来大结局 感谢你的订阅评论和点赞 我是杨诚说剧 我们下部剧见